那外围环境越来越不稳定 五国最新的数据也显示 出口持续在萎缩 第一副财长阿末马斯兰 昨天20号在上议院也重申 政府无意让令吉和美元挂钩 而首相纳斯里安华日前宣布的措施 也没有给令吉带来提振的作用 反倒是持续跌到了7个月来的新低 那么今天我们线上就有 TradeView资本基金的经理黄子伦 来给我们探讨令吉 好让大家对于马币接下来的走势 做好心理准备 子伦早上好 早上好 欣一 是的 其实市场最关心的是 政府会如何去稳定令吉 那么你对于稳定令吉的措施 你又是怎么看的 还有就是美元对令吉在今年内 有没有可能会破五令吉呢 其实要稳定一个国家的货币 无非就是控制这个国家货币 在国际市场的供需关系 以美元对令吉为例 如果马来西亚要稳住货币的话 就要令吉贬值的时候 逃送美元买入令吉 然后反之如果令吉升值 就会反过来操作 逃送令吉买入美元 那要做到这一点 政府是需要强大的外汇储备的 但是很多国家并不具备这个财力 其中就包括马来西亚 那最新数据的显示 我国的外汇储备五月为1,127亿美元 比四月少了17亿美元 只足以应付大概五个月的进口需求而已 那除非马来西亚政府要回去 马哈迪时期所实行的资本管制 这样的话就可以有可能就有办法控制这个兑换率 但是这么一来外资的测 肯定会测得更加快 甚至可能永远都不会再回来这边土地了 那最后为这个结果买单的还是我国人民了 因此流轨现任政府的选项其实真的不多 因为我们不可能要求政府继续像美国这样子 不断的上调我们的政治利益来稳住令吉的 因为且不说马来西亚的GDP总额 其实不到美国的2% 这两个国家的利益状况也是不同的 美国是从0.25%一路上调到5.25% 但是马来西亚是在去年3月 在疫情之前依然是1.75% 现在调高到3.00% 也只是回归疫情之前的水平 那更不用讲之前在不断上调利率的时候 已经给不到的政治化搞到 国家银行也不得不出面澄清 因此整体来讲 我们的选项真的是没有太多 只能做好我们的经济基本面 然后增加我们的出口来稳住 那至于说美元对令吉在今年会不会突破5令吉 这个水平我认为本身是属于低概率事件 因为令吉是目前来讲是被严重低估的 我国还承受着即将来临的周旋的政治风险 然后加上美联储的升息步伐也即将步入尾声 那会削弱美元对令吉的上升压力 因此我们觉得说在今年这个可能性是偏低的 除非我们自己搞砸而已 好那当然除了美元之外 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令吉对新元的走势 就你来看按照当前的走势 新元对令吉是姐姐攀升 到了年底有没有可能会占上4令吉的水平呢 我们这么看吧 现在美元对令吉是4.6令吉的水平 那如果要上就上一题的话 要上升到5令吉的水平是差不多8%的升幅 而如果你要新币对令吉去升到4令吉这个水平 那其实将近什么16%的升幅 也就是说新币要升值的比美元更加的迅猛 那如果大家认为美元对令吉升到5令吉这个水平是不怎么可能 那自然新币要让令吉要对令吉这个水平要飙升到4令吉 就更加的是不可能 所以从这个逻辑来讲的话 其实在今年不大可能会占上4令吉这个水平 那为什么会用美元来说明 其实是很多人没有察觉 其实新加坡政府是有意识的稳住 盯住一堆的外国货币来对新币的那个汇率的 那这一堆货币来讲 新加坡政府他们的金管局最主要的就是盯住美元的兑换率 因为他们也不希望新币和美元之间的兑换率有太多的涨跌 因为新加坡是一个贸易的很大的中转站 是很多企业的主要贸易地点 那为了让外国企业能够放心在新加坡交易 并且长期把一部分的资金留在新加坡 他们的政府是需要确保这些企业不会面临太多的汇率风险的 那自然也由于他们的经济跟金融结构都比较特殊 所以他们也不怎么会用利率这个工具来控制他们的兑换率 因此金管局他们的金管局会留意这一篮子的货币 如果涨跌幅度超过他们认为合理的范围 他们就会出手干预 然后就如之前所说的就是可能会买入新币或是卖出新币 那总而言之就整体这个状况是非常是不一样的 我也觉得今年年底应该是不会攀陈到市民级的水平 好的 非常谢谢子伦 感谢你今天的精辟分析 谢谢 谢谢心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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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